有手搖杯來接自己的尿 我能怎麼辦 我當然是自己用這棒去解決 然後大便 不是啦 是中邪分 邪你又復生吧 這個是那個 他邪你又復生吧 等一下 那個東西我可以進去 這個不行啦 妳是12年 不只 我剛認識14年了 14年 對 然後是因為一直 那為什麼最後他 因為其實大家外面看起來強強 好像都很就是很強勢 其實他在我們這群體裡面 超鬧的 好 來 怎麼可能 好 來 先說成人小說 怎麼會有這種東西 對 就是他以前高中的時候 就是有在寫那個成人小說 都是寫小說 然後你看他現在講話 就是文筆超好 然後吵架不會輸 因為他 真的看不出來 對 這是真的 你看他出口都成章 然後呢 所以他就在班上 他每天不讀書 然後他就開始寫一些 他就開始寫一些小說 然後結果就是造成大家風靡 然後每天大家都在搶著他連載這樣子 哇 我跟妳講 這是我一個很厲害 我從國小 永遠都上國 他講話語速那麼快 代表他思維也很快 對 所以他先有畫面 然後才有畫 對 但他 都想好了 所有的科目都其實不好 但是我就是很愛你讀那種小說 我很會那個天馬行空去想很多東西 我會把它寫成文章 大家會去看我的連載小說 我沒有寫過什麼成人小說 這完全沒有 我的是裡面東西或我描述的比較細 因為我的東西都會描述的非常的 有那種文學 文學造詣 對 那他們都會 我每天出一篇 班辣同學就會期待我第二集 哇 他們留言每天傳閱這樣子 妳是閻琴小說嗎 我閻琴小說 我閻琴小說 我沒有在搞黃色 當他的臉接近他的時候 他的唇微微的顫動 對 類似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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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的小說是起承轉合非常多 還有第三者 也有第四者 然後男初角被殺掉又復活 所以 很復活 他可能是他突然消失待遇 我的東西都是非常的有思維 可是大家都很喜歡看 我覺得基本上是個編劇 我真的說真的 那我成人小說是這樣 因為 我不是真的在寫 我只是帶翡翠週刊去學校 老師抓到把我寄過 翡翠週刊之前都買 我們還沒18歲的時候 買翡翠週刊 你上面都要假本參考書結帳 他不讓你買 對 我是因為這樣被寄過 所以他認為我寫成人小說 我沒有在寫那種骯髒的東西 好了 我聽不下去了 再來 他寫的不是情色小說 全都是色情小說 妳的作品應該拿來給我們看一下 本期嘛 保留態度好不好 直到有證物 呈堂證供 我們才會判罪好不好 我跟妳說 因為那時候都被老師沒收了 但是他的色情小說 之所以暢銷是不只文字 他旁邊還有畫插圖 難怪沒有熱賣 米飛有合作嗎 排泄物又講到排泄物 排泄物是怎樣 他怎麼了 大家在節目上看到他很骯髒 這只是一塊兒子而已 就是我們出去 剛剛我有聽到有位來賓說 他的襪子都三十天不洗是不是 強強的內褲我們出國兩個月 他 內褲不可以吧 對啊 我為什麼要洗 我家裡面有人洗 我就包一包回去要放回去 這樣就好了 就丟直接這樣 請他丟到洗機洗就好了 妳去外面兩個月 妳要戴多少內褲 為什麼 我不要洗內褲 因為國外的內褲很好買 漂亮又性感 穿新的穿舊的幹嘛 舊的話就拿來月經來的時候 穿就好了 所以妳自己喜歡的內褲 在國外還會再買更多 妳又選擇性淘汰 妳這個東西是有腦袋的 妳那超重怎麼辦 我當然第一個先淘汰內褲 用過的內褲先淘汰 我穿過內褲被髒的內褲先淘汰 講這個為什麼要兇 對啊 一條一淘汰兩兩重 妳淘汰他幹嘛 還有他的大便 只要到了就是一個新的飯店 他一定先去大便 然後大便 在馬桶大可怕了啦 什麼 為什麼要亂噴 你知道我啦 我其實那時在賣馬桶 因為我其實平常 我習慣性吃蟹藥 我那個蟹藥一拉的時候 它就是會噴到馬桶 一點點我也會盡量擦掉啦 誰會看那麼細啊 是有問題的人 才會把死看那麼細 我都已經沖掉了 因為有殘害我們被那個Airbnb罰錢 因為大便亂噴 那有一次 有一次呢 他月經來 然後我們在西班牙騎腳踏車 那你也知道 他的內褲比外褲還要長 然後呢 他的衛生棉就是不夠用 他就整個 留個大腿 全都是蟹 好可怕 我們家有沒有發生命啊這樣 其實我這本來就是 隨便啦 就是 就葉心來的時候 我不能控制他 他要留我沒有辦法 所以他留穿就這個樣子 那不是 我也盡量 我也盡量去那個抹掉 對啊 西班牙紅色有紅酒 你要喝紅酒 沒有 其實是我跟妳說 跟他們住我也很痛苦 他們都找那種 沒有廁所的那種 Airbnb署啦 每次都Airbnb 我只拿那個手搖杯 來接自己的尿啊 我能怎麼辦 我當然是自己用這些方式 搖手搖杯 我跟你們講這個很方便 我跟你講大家可以學習這個方式 因為Airbnb 你們可能到歐洲的時候 可能他們的共用浴室在外面 那你們住的地方 可能都在裡面 那你沒有辦法 一天到晚跑到外面尿尿 那你這就拿個手搖杯 在你的下面這樣尿 不用比 對 這樣下面尿這樣比較方便 對 你就這樣放著就好 那他們自己選那種 便宜 因為便宜不要這個 不好意思 尿完之後又放在哪裡 放在那邊 放在腳下面 放在床旁邊 我還原料完之後再拿到廁所去倒 沒有 你看 第一夜晚上不有味道 第二夜才會開始有味道 所以第一夜晚上隔夜起來的時候 沒有人發現的話你再拿去 如果有人會覺得那個可以喝的話 那個人也是白癡 給他喝也剛剛好 你來爆料他被人家批成這樣 被罵成這樣 對 酒窩亂漏 來 亂漏 亂漏 來了吧 有的事嗎 酒窩亂漏就是有一次他到我家 然後他就喝醉了 喝醉之後他就去便利商店買個東西 然後因為他可能有點發酒瘋 那個便利商店店員就不把東西賣給他 他就回來之後 然後開始在我家客廳的地板上面蠕動 然後蠕動 大家想說他發酒瘋這也沒什麼 他突然全身脫光光 對 然後拿起一把那個刮鬍刀 然後刮他的 對 在我們全部的人面前 因為他剛剛可能被瞧不起 他就在那邊說 你們白有錢啊 你們白有錢啊 還不趕快把東西賣給我 你們白有錢啊 邊刮邊說你們白有錢 對 很可怕 所有人是有男有女啊 對 有男有女 有男有女 沒有 這些朋友都是我們還滿親親的 自己人 因為我朋友沒幾個 所以那時候我是很放心的狀態 你說你們白有錢是 因為我覺得我喝醉酒 但是重點是我沒有跟他搗亂 我有應該的人權吧 你為什麼要刮林北的鬍子 他不賣我那是看我沒有嘛 所以我當然會這樣說嘛 這是刮的 這正在刮還是刮完了 沒有 這是喝醉 這不是中邪嗎 這邪臉入身啊 這個是這個 他邪臉入身吧 沒有 這真的是喝醉酒 大法師耶 大法師 這真的是喝醉酒 因為我跟你講 我也是因為很常常這樣子 所以我的眼鏡常常會端一邊 就是我自己 我之前還沒雷射的時候 我有近視眼鏡 所以會常常斷片 但是我自己跟朋友喝酒 我是覺得還滿開心的 這絕對是邪臉出身 沒有錯 這是什麼東西 這個 我跟朋友喝酒 我是覺得滿開心的 所以我就覺得 太開心了吧 完全的放鬆 但妳應該有斷片對不對 妳記得嗎 我一定斷片的啊 我連怎麼去買東西 我都忘記了 那我回來之後 我就看到我全身都是光的 我早上起來看到我全身光的 躺在地板上 但是我覺得 至少我是安全的 但我是有不好意思啦 其實 對啊 一點點 要吧 這個應該要吧 要不然 對 花錢找男人來 唉唷 唉唷 對 大家都覺得 他現在好像在台灣很吃得開 男人很多 很漂亮這個樣子 但實際上呢 因為疫情的關係 他現在出不了國 然後就只能在台灣裡面玩 但是台灣男生看他這一款 其實是有點害怕的 他就每天跟我們哭說 都沒有男人 都沒有男人 結果他就自己默默上網去報名了 如何抓住男人心的線上課程 真的 你去報名那個 沒有 我只是無聊 Oh my God 我只是無聊 那只是無聊去看看 你一定要無聊看東西 而且要花錢耶 多少男人 我不用花錢 他們就為我大打出手 其實很多 我到夜店很多地方 我不認識男生 兩個搶我一個 這種事很常見 我不想聽了 我根本不用花錢 那都是林佳明花錢 請人家來打架 來sale house 你知道嗎 妳根本沒有跟我去過夜店好不好 沒有 因為妳也知道妳的朋友很少 妳早就打架那個剛好是我朋友 他說妳才給他一千塊 Oh Oh 阿倫也要 阿倫也要 沒有 其實他很多事情是不了解的 這部分我們可以保留 對 他不是會出來玩的那種人 那我在外面的事情 他其實很多部分沒有知道 只是要皮毛而已 妳不錯幫他介紹男朋友 對 我們幫他介紹男朋友 就介紹高富帥 然後結果他那天來 就整個大油頭大素顏 然後胸部一直激凸 這個我有證據 有證據 那個男生在餐廳門口就嚇死說 去上廁所再也沒有回來了 好 看一下 這個不行啦 哇塞 哇塞 這個怎麼了 這個是 我跟你講 什麼呢 等一下 這個東西我可以解釋 這個不行啦 這個是大概七八年前 我七八年前 那時候我有個很愛的男朋友 但這個男生追我 一直追我 那他是個神經病 他這個東西不要亂學 他去給人家說 天天悲觀啦 怎麼樣啦 說要去尋死要自殺啦 從大漢橋這樣跳下去 還插在人家泥土裡面死不了 然後結果還到救護車來載 浪費資源的那種人 他已經鑰匙不活 他說還要來追我 我當然就是給他這樣嚇走他 因為我不是他碰得起的人嘛 那我是用這種方式嚇跑他的 激烈很激烈 這個很激烈耶 這個太激烈了 也太激烈了 這太可怕了 這個感覺像功夫裡面那個雞姐 沒有 那個是我有任務在身 我需要把男生打退 不然我不會這樣子 對啊 好 來 告密的人是誰 是誰 是誰 妳應該很熟啦 那麼多年 我沒有幾個朋友 這個我知道了 怎麼知道 他是老師 他是學校老師 他是很有文學氣質的人 老師妳會跟這種人交往 對 但是他可以幫我做很多事情 他就是我遇到什麼事情 或發生什麼事情 我們是一起扛過槍 隔過命的 我很多事情 請他幫我 妳少講了 還有背黑鍋 他所有半夜打電話來 全都寄來我家 妳有這個好朋友 真的不錯 沒有 因為我發生寄產票是這樣 我發生事情的時候 我都希望自己能夠壓下去 妳剛剛講人家要花錢找男人 這個 真的啊 結果找的全都是一些 阿薩布魯的你知道 拐瓜裂招 全部是爆牙的 然後對他唱出聲音絕對 不會 這滿帥的 沒有這個另外 這是花錢找的五男 五男 你怎麼都在一起買的 這是我們泰國找的鴨 那個鴨左邊也不是我選的 那個那麼矮 右邊那個還比較帥 那他把那兩個鴨給嚇死了 他也沒有要跟人家幹嘛 就一直拍照 拍了大概一千多張 然後那兩個鴨說 No more No more 然後就趕快落跑了 No more No more 花錢啦 花錢沒要幹嘛 當然就叫來拍照 那就是我的鴨 那個大鴨 那是小iggs 其實就是阿薩